好 回到現場 我們繼續來追蹤一下 剛才冠青特別幫我們談到了 在明年5G的商轉速度跟商機 真的是突破是非要的 在競速發展 那當然相對來講 你對於不管是十英元件等等 或者是在記憶體的需求 跟著大增的同時 這是不是也成為 今天冠青選股的方向之一呢 的確沒有錯 剛剛最後一段 我們跟大家提到 這個記憶體事實上 現在需求變得很大 尤其現在記憶體的價格 其實不管是No Flash Net Flash 甚至包括標準型記憶體 你能想到的 現在價格都在一個相對的低檔 所以呢 現在這個之前 我看到媒體有寫到說 這個部分的一些這種大廠 都在加勤感攻當中 因為你的記憶體的價格 在低檔情況之下 如果明年5G所需要 使用的記憶體更多 是不是趁這個機會 先多拉點貨 我想先拉先贏呢 我想倒是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提到就是 我剛剛提到說 如果說以南亞科 現在股價那麼高 EPS只有0.7元 0.8元這樣來看的話 相較之下 很可能就是像是2337的望虹 他或許是值得去留意的關鍵 尤其在本週啊 事實上呢這個應該說 大摩 這先前的大摩 是比較看壞半導體的一家 一家外資喔 不過大摩裡面一個分析師啊 叫顏志天 他從頭到尾都一直告訴你說 這個望虹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好 事實上從上星期到這個星期 他的報告大概應該說 他的大報告的一個大重點 大概告訴你說 NoFlash要漲價了 NoFlash開始進入所謂的一個上升循環 而且很可能延續到明年第一季 他給的一個理由很有趣 他說這個理由是說 因為這個 因為這造溢創新 他還做NoFlash 造溢創新呢 他出貨給AirPods 結果NoFlash現在拉貨拉的非常非常吃緊 而台灣在做NoFlash的 大概十字八字就是我們看到 像2337的望虹 或者像是2344的滑芒店 這兩家公司 其他部分 可能能夠介入到的 可能是比較稍微少了一點 那大摩他有提到說他因為開始進入漲價循環 所以呢 目標價他上看到38塊錢 而且你去留意到 望虹的融資從10月份的高檔 本來是有9萬張 他近期減到呢 事實上近期減到不到這7萬張 而且整個外資 11月份開始是連續的買超 而且另外一個重點在於哪裡 黑色星期五啊 其實這一次黑色星期五裡面呢 他有一個銷售重點 一個是什麼 AirPods賣很好 我想 其實AirPods也不只是 這個星期五賣很好而已 甚至包括任天堂的Switch啊 其實當然也可能這一次有配合推出 所謂的這個 這個健身環大冒險啊 當然這一次黑色星期五 也賣得非常的好 那如果以Switch來講的話 概念股台灣最明顯的概念股 很可能就像望虹啊 原相這一類的 所以 以這種情況之下 加上明年 大家預期說 中國版的Switch這個暑機呢 明年春節之前呢 他就要登場 那會不會有機會 也幫著望虹的股價再做推升 我想 都是接下來值得觀察重點 那另外一檔股票 我想是跟台積電先進製程有關 其實我們先前在這個節目 跟大家講過 像洪碩啊 加登啊 甚至包括像 凡軒這些股票 說真的 這個每一檔股票 一檔比一檔還誇張 這個禮拜五加登呢 又漲了5% 說真的 我們都不知道他漲到哪邊去了 可是在這邊有這種 比較沒有漲到的股票 今天我跟大家講的是 3587的宏康這家公司 3587的宏康事實上 他先前法術會就有提到 5G的商轉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多 為什麼呢 他說包括整個第四季啊 基地台需要的一些材料測試啊 包括智慧型手機的一個測試需求 都增加了 整個的一個檢測的訂單 變得相當的旺盛 把他們過去幾季的一個營運呢 比較低迷都給洗掉了 甚至包括他有提到說 因為台積電的先進製程發酵 先前台積電在7奈米部分 有很多東西 他是自己自己自己做 他就沒有怎樣 沒有釋出這個訂單 可是他說台積電 未來在5奈米的檢測訂單 是要陸續釋出的 目前為止 他們是看到這個樣子 甚至包括除了台積電之外 事實上 他們在中國大陸 他們也接華為海獅的訂單 那華為海獅其實包括 手機跟基地台的晶片的檢測 其實呢 也多半而言都是由洪康負責 以前他有一個競爭對手叫宜特 現在宜特 連上海廠都賣掉了 大概也沒有什麼好拚的 除此之外 包括明股屋的子公司啊 他也切入日本了 明股屋的子公司 從本季開始營運 明年開始呢 應該就有一些訂單上的收穫 那另外一檔股票 是這個上個禮拜 應該說這個 老一些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這個遊戲叫做 三國群英傳 那這個三國群英傳 事實上也叫三國群英傳 Online 為什麼變成三國群英傳 M呢 M大概就是所謂的Mobile的意思 就是放到手機上面的 他整個把它復刻到手機上面 那明年手機這個登場 我們剛剛講到 老一點的觀眾朋友應該都知道 其實過去我們用PC在玩遊戲的時代 這個遊戲是非常非常的紅 經典中的經典 想到什麼呂布啊 這個關羽啊 是大家什麼 單挑啊 對不對 等等 用一些自謀的方式 當然 其實這個遊戲的IP是誰的 是宇峻的 我過去一直以為是 自貫的 結果我後來才知道不是 自貫只是由他自貫旗下一家子公司 叫做遊戲新幹線 他來幫宇峻賣這個三國群英傳 Online 那現在呢 包括三國群英傳的Mobile的部分 也是由遊戲新幹線來做一個負責 所以呢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宇峻也是法術會裡面提到說 他的這個新的遊戲 自己加上IP授權 這是所謂的IP 這個IP授權給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個公司啊 都會使得說 他的未來的一些 營運部分 他可能有機會從 下半年來開始 積取直追 而且呢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他 他這邊新聞稿寫得很誇張 我是覺得太誇張 他就叫做 華人最強的三國IP遊戲 事實上 三國的這些遊戲 非常非常的多 太多了 那他是不是最強 我們沒有辦法幫他做一個評論 不過以這種情況之下 他說今年的一個 明年的營運啊 會比今年還要好 當然最近看到其實股價 我們看一下K線圖 其實股價呢 創高之後 稍微小度做個拉回 禮拜四跟禮拜 禮拜四跟禮拜五 是比較小度拉回 可是你可以留意到 其實投信也慢慢開始在買 這樣的一個股票 事實上在這邊遊戲類股裡面 如果說整個IP授權部分 當然我們看到這一些公司 或許都是一個蠻不錯的題材 好 我們剛才看到的 都是上市櫃的公司股票的 這個未來一週的投資組合建議 那漢威接下來 我幫我們看一下在ETF的部分 因為這一波面臨的清算潮的確 會讓很多投資朋友會擔心 那我現在是不是先不要碰ETF比較好 可是漢威要告訴你 其實這當中是有一些差異的 對 其實搞不好有投資朋友會覺得說 反正我清算也不一定會賠錢 而且我現階段就算我先賣掉 也不一定是賠錢的 他自始至終還是會發現 ETF是相對一個比較簡單的投資 但是能不能一定賺錢 這個還是要看時機跟你買的商品 所以換個角度想 這些如果導出來的資金 他再投到其他ETF上面去 那是不是表示 ETF剩餘的ETF 他有機會達到一個更熱弱的跡象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你還是要先從規模來觀察 因為就像公司一樣 剛剛小玉有講公司清算 其實公司清算貼壁紙 這個說實在話 在市場久大家都有經驗 以前有很多公司真的就下市 下市不表示說你就以後都沒機會 但是你下次你那個股權 以前真的是拿紙 可能就只能先貼在牆壁上 等他有沒有有朝一日 再回到這個市場上面 或者你自己去市場上找看看有沒有要收 假設這個公司真的到最後營運不散 清算掉了 那就真的都沒有 可是基金並不是這樣 經濟原則上清算 他就是退錢給你 只要你買的價格 就是比照之前的鏡子 現在的鏡子來看 還是比較高的 你就不會賠錢 但是至少我們希望不要遇到這樣子 比較麻煩 因為還要等清算還要幹嘛 所以你可以先看 比如說以台灣50來看 它的規模真的就非常大 648億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市場上有多少的法人 跟投資人 喜歡這種台灣50 ETF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投資方法 省去選股的疑慮 但是大盤漲 它還是有機會跟著漲 那我想這個禮拜 這個最後一天台股有點拉回 如果下個禮拜 相對這些什麼中美的摩擦 開始比較減緩的時候 是不是又開始可能會回歸到正常 那這些資金有機會就會流到 那第二個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今年下半年 市場上也特別注意到 發現債券型的ETF 發的非常多 規模非常大 雖然它的成交量不一定每一檔都很高 可是價格還很好 為什麼 因為美國在降利率 我們要知道利率往下降 債券的價格就是往上走 所以相對來講 對這些ETF 它的淨值就會因為價格的上揚 而做一個比較明顯性的增加 所以像這個彭博FA 就是所謂的FH 彭博高收益債 它也是有124億的規模 那相對來講 其實亞洲TG很多的投資等級債 也是現在很多受險購資 他們資金大家都很關注 因為他們覺得未來利息 說實在我問大家 你覺得現在利率會再往上走嗎 好像機率不高 因為看起來美國 川普一直希望這個利率一直往下降 所以對債券來講 只要沒有發生金融風暴 它好像是一個比較正向的市場 那債券 大家一直在針對這個 所謂中美貿易摩擦去觀察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美國的股市 雖然說在天上 可是也是來到高檔 可是仔細去看 中國的股市 其實它在這邊整理了 非常長一段時間 所以最近 跟所謂的A50相關的ETF 像國泰中國的A50 它的規模也有70億 可見市場上面很多的法人跟投資人 他們還是在等待 等待什麼 一旦這個貿易摩擦結束之後 他覺得資金就是像水一樣 不能說錢一定往低處流 而是說資金他會去找 未來有機會能夠上漲的一些標的 所以大陸的這個市場 可以明顯看得出來 還是有一定的特定資金 維持在這邊 那當然你在挑ETF的時候 這三檔ETF 為什麼我挑這三檔 其實我還有一個重要的點 就是它的日均量 就是每天的買賣量 不要太少 有時候你買太少 他說因為那個價差好大 我看得到我都賣不到 可是如果你找那個 所謂日均量大概都1000張 至少500張到1000張以上 你會發現這些我都篩選過 你要買賣 或者你要進出 都很好進出 所以相對我講 在操作上面 對投資人他的這個價差 可能太過於大 而產生很 就叫所謂操作上面的一個風險 它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這些ETF 不管是從規模 從它的平均的量 我想都值得大家多加的留意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其實操作這個上市櫃股票 也是一樣 有時候這個成交量 相對比較小的時候 的確也是大家會注意 流動性風險 買得到 但是賣不掉的時候 這種風險該怎麼辦 也是投資朋友 要特別做考慮的 好休息一下 下個節奏回來 我們繼續來掃描一下 未來一週的財經大事 謝謝 我可以提供東